欢迎来到莫守成规,我是今天的分析师小莫 今天的赛事是比较多,小莫给大家带来三场五大联赛的精彩赛事 两场英超跟一场西甲 曼联对阵南安普顿 富伦们对阵阿森纳 比尔巴洛对着巴塞罗纳的比赛 我们将对每一场进行一个盘点分析 看看主任们是怎么去打开这个比赛的 我们就先从曼联开始说起吧 曼联近期的战绩其实有点飘忽不定 因为他前几天0.7输给了利物浦之后 紧接着又在欧联杯上 4比1大胜了贝蒂斯 然后他的一个赤气是后面又涨了起来 英超过后 曼联15胜4平6负 然后现在排名英超第三 与阿森纳已经拉开了有14分的距离吧 如果说他要去争贯的话是不太可能的 现在球队的目标基本上就是 争4了 最近的阵容情况的话 腾哈格最近两场比赛都是用相同的手法阵容 此意可能会做出一些改变 马拉西亚 桑乔和万比萨卡会继续争取首发 马夏尔的话上次受伤之后现在也恢复了训练 相信他这次恢复的话应该会对他进球会有一点帮助吧 我们再来说一下南安普顿最近的战绩 南安普顿最近的话状态是比较低迷的 10场输了7场 他在课场的输的几率是特别的高 目前客场丢了22球了 现在排名应超倒数第二 如果不想降级的话 务必这一场比赛的话得多拿分 甩开埃福顿跟伊兹连 伤病情况的话 南安普顿的中场阿尔卡拉斯在跟莱斯特城的比赛中 庆祝进球的时候有膝盖受伤 然后这一场比赛的话出战是成一的 由于南安普顿防守是比较弱 然后面对曼联有力的进攻是比较难挡住的 曼联这么大的进攻火力 我觉得以两球拿下大比分或是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场曼联的话 小莫是觉得曼联能够拿下指数 毕竟现在进彩 他开的话他现在是开1.5左右 1.5 曼联的话现在他以主场去打南安普顿的话 他赢下两球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场比赛不妨看好曼联 以两球最最少以两球拿下南安普顿 如果大家去上这一场比赛的话 我们就建议就是曼联去去让一个1.5 1.5的1.5或者你去开一个大球 你去开一个大球的话还是相对于稳一些的 主场的话曼联两个球拿下 然后或者说三个球拿下 3比1左右 他这个几率还是挺大的 我们不妨看好就是主让胜跟大球吧 说完曼联我们再来说一下 富勒姆对着阿斯纳的比赛 富勒姆最近的话在主场的战力也是比较不错 前锋他在联赛中已经进了11个球了 虽然上一场2比3不低布伦特福德 但是对于球队的士气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反而帮助球队积累了很多经验 阿森纳这边的话不用多说了 阿森纳这赛季的话势必要去跟曼城争一个冠军的 现在阿森纳这边场均进球量可以达到三球 现在已经稳居积分榜的第一位 而这场比赛的话 他的目标肯定首先肯定是三分的 阿森纳在最近的六场比赛当中 其中五场都出现了大比分的情况 对于现在的士气非常的旺盛 球分也非常的激进 在这种状态下相信球队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 毕竟阿森纳的阵勇放在这里 如果想要失误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两队之前的交手富勒姆是处于下风 近十次交手紧取的一场的胜利 输掉了七场的比赛 人员伤病情况的话 富勒姆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因伤缺席 阿森纳这边日苏斯也会继续缺席 不过景气应该会复出 本场的一个分析 近两队的实力来看 不用多说阿森纳也是非常大的优势的 目前客队让胜 平复给出2.32 3.55 2.35的数据 对于阿森纳的支持力度一般 目前来看阿森纳优势明显 但球队才进行了欧联杯的比赛 体能的储备会没有那么好 然后四天后还有欧联杯四回合的比赛 球队需要分心 目前数据上对于阿森纳优势并不明显 然后这一场的话 小莫还是看好富勒姆在主场 很难很难大败吧 然后他现在的指数 精彩指数开的是1 富勒姆打拼的可能性是有的 不排除他能胜阿森纳 所以这一场建议大家可以去考虑富勒姆 受让1球 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比尔巴尔对着巴萨罗纳的比赛 比尔巴尔最近的话表现并不太稳定 最近的四场比赛没有一场是胜利的 总体来说非常的糟糕 而巴萨罗纳这边24战20胜 2平2负 姬62分领跑西甲积分榜 领先未免冠军黄马9分 然后这个赛季的话 巴萨罗纳基本上在西甲的榜一 应该是不会变的 他们争冠 然后再加上来万现在已经伤于付出 对于球队而言是个巨大的好消息 双方进气的状态都不太稳定 但是对于巴萨来说 整体的实力求胜欲望会更强 人员伤病情况 比尔巴尔现在伤病比较乐观 只有卡帕跟墨西洛两个人有伤在身 阵容方面比较急诊 但是能不能给球队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呢 巴萨的话来万伤于付出 可以跟巴萨进行一个比赛了 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今天凌晨的比赛 他基本上是可以出场的 不过登贝来跟佩德里虽然有伤在身 然后他的出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可能会进行一个轮换 这也是对巴萨不太好的一个因素 就双方实力而言 现在的指数开的是让0.25 对于巴萨来说是主任对巴萨来说 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信心 毕竟这一场比赛 巴萨是在客场去挑战比尔巴尔的 这场比赛的话 小莫是看好巴萨罗那能够在客场 会也会继续争取拿分 赢下一个指数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建议是主让副 然后巴萨罗那是让0.25 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今天分析的这三场比赛 首先曼联是让1.5 夫勒姆跟阿森纳是夫勒姆 受1球 巴萨跟比尔巴尔是巴萨让0.25 相信今天的分析能让观众们有所收获 我们明天再见 by bwd6